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毕马威韩国分部San John KPMG预测,随着人工智慧、AI技术的全面商用化,半导体和智慧型手机市场将在2024年出现反弹。 毕马威表示,明年存储器半导体市场的增长率预计将达到44.8%,因此企业应该着眼于AI半导体等新事业领域,制定投资战略。 San John KPMG在报告中指出,2024年,半导体、手机、能源等11个行业将推出新产品和服务,扩大市场,并获得新的增长动力。 这些行业的公司将通过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来增加需求,提高盈利能力。 特别是半导体行业,明年全球半导体市场将增长13.1%,弥补2023年的9.4%的下降。 苹果是台积电最大的客户,现在iPhone和Mac的处理器大部分都是由台积电生产的。 苹果直接买断了台积电2023年的300米产能,使得他们能够领先于任何竞争对手采用更先进工艺。 在2023年9月的苹果,推出了搭载A17 Pro处理器的iPhone 15 Pro,这颗处理器是采用台积电300米。 工艺制造的与之前相比有更好的效能与能效比,当然苹果肯定不会就此停下来,他们已经开始在研发新一代处理器。 根据媒体的消息,月前台积电向辉达和苹果等大客户展示了N2节点2奈米工艺晶片原型,预计在2025年量产。 台积电表示,2奈米工艺推进工作进展顺利,预计在2025年实现大规模量产,一旦2奈米工艺商用,它将成为业界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。 如果台积电进展顺利,那么首款搭载台积电2奈米工艺晶片的手机就是iPhone 17 Pro。 目前台积电的N3节点电晶体密度是1.83亿每平方毫米,台积电还有4个3奈米,级别节点。 其中,刚进入量产的N31节点电晶体密度提升至2.156亿每平方毫米,而2024年后投产的N3P可继一步提升至2.24亿每平方毫米,而它们的第一个2奈米,节点N2的电晶体密度会提升至2.59亿每平方毫米。 所以,2024年,苹果很有可能会选择使用N3P工艺作为过渡。 当然了,如果不出意外的话,台积电按时投产就能按既定的时间表进行,但新的工艺可能会出现各种延期,这就得看台积电那边能否解决新工艺要面临的各种问题了。 台中市市长卢秀燕12月中旬表示,台积电确定进驻中科二期。 台积电表示,谢谢台中市政府的支持,将持续配合相关进程进行。 有人提问台中市争取台积电1.4奈米厂设厂进度。 卢秀燕说,台中市已经确定台积电会进驻中科二期,且所有的用地均给台积电台中二厂使用。 据侧面了解,应是2奈米以下制程,希望台积电将最新技术放在台中。 台积电对此表示,谢谢台中市的支持,将持续配合相关进程进行。 至于中科二期是否要导入2奈米以下制程技术,台积电并未进一步说明。 台积电和三星都计划2025年开始量产2奈米工艺晶片,双方的早期争夺战已经打下。 近日有消息称,高通计划将下一代高阶手机晶片的部分订单转移到三星2奈米工艺。 英国Financial Times报道正式称,台积电已经向苹果、辉达等主要客户展示了2奈米工艺原型测试结果。 而三星也跟进推出了2奈米原型,而且为了吸引辉达在内的知名客户,提供了更低廉的价格。 台积电的大客户们,高通和辉达等全球巨头遵循多元化的晶圆代工战略,但目前仍严重依赖台积电。 此前,辉达CFOCLECT CRIS在瑞银全球技术大会上暗示,辉达可能会考虑让英特尔生产其下一代晶片。 这可能会脱离与台积电在AI晶片方面的独家合作关系。 具体来看,媒体这次释放的消息是,高通的下一代旗舰晶片将采用三星的SF2接点2奈米工艺。 作为去年全球第一家大规模生产3奈米工艺SF3晶片的公司,三星也是采用新型全环绕炸集GAA电晶体架构的先驱。 三星表示,它们已经全面部署,可以在2025年大规模生产SF2。 由于它们是第一家进入并改造GAA架构的公司,它们希望从SF3到SF2的进展会比较顺利。 不过,业内人士透露,三星最基础的3奈米,晶片粮率仅为60%,远低于客户预期。 此外,还无法很好驾驭苹果A17 Pro或者辉达GPU晶片方面,在复杂度上升之后,粮率会进一步下降。 不过,在业界看来,三星此次推出2奈米制程工艺并开出折扣架,是为了与台积电争夺市场份额。 尽管台积电在制程工艺技术方面具有领先优势,但三星的这一举措可能会对台积电造成一定的影响。 台积电与三星的2奈米制程之争,是半导体行业的一场技术和市场的较量。 2奈米制程工艺,是目前半导体行业的最高水平,能够提高晶片的效能和效率,降低成本和功耗。 2奈米制程工艺的应用,将对手机、人工智慧、云端运算等领域产生重大的影响。 台积电和三星是全球最大的两家半导体代工厂,也是2奈米制程工艺的主要竞争者。 台积电在制程工艺技术方面有着较强的优势,三星则采取了降价策略,试图吸引客户的转头。 两者竞争将推动制程工艺技术的进一步发展,为整个行业带来更多的正面消息。 此外,一类人士此前透露,台积电即将敲定其未来三奈米和二奈米客户,客户不太可能转移订单。 除了苹果之外,AMD、徽达、博通、联发科和高通也是台积电三奈米和二奈米晶片的客户。 这些主要客户不太可能在2027年之前减少台积电三奈米和二奈米晶圆的开工量。 据台湾中央通讯社报道,台积电董事长刘德因,12月中旬被问到明年半导体景气状况时指出,将是健康成长年,请大家放心。 对于外传的三星用打折的方式抢台积电二奈米,定单一事,台积电董事长回应称,客户看的是技术品质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库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、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